Oshabro 这里是网车室 我是网门大 上回呢 我们对于长安启元07呢 进行了一个静态品鉴 说实话 甭管这台车优雅的外观造型 以及呢 智能坐舱呢 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将重点体验这台车的车机系统 以及动态驾驶表现 那么它的表现到底会如何呢 废话不多说 快跟我一起上车啦 进到车内能发现啊 启元07的车内呢 整体走的也是当下最流行的简约式的这种设计风格 白色的内饰啊 配上车内的这套氛围灯的加持 以及仪表台上这块15.14英寸的2.5K超轻大屏 外加50英寸的ARHUD抬头显示 oh my god 这科技感 拿捏的死死的 就这种魂抱式树枝座舱的这个氛围啊 看起来真的非常舒服 而且呢 高级感十足 内饰的做工啊 也非常精致 尤其是细节啊 很到位 而且触步空间呢 也是非常多 尤其像咱们这个仪表台下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触步空间 比如呢 像咱们放一些体积较大的这个物品啊 也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呢 刚才我无意中啊 打开了这个仪表台下方这个盖板 哎 打开之后居然是咱们的这个香薰的添加系统 对应呢 有月 智 针 三种不同的这个味道 直接呢 拔出来呢 就可以进行一个添加 香薰系统真的太喜欢了 我自己那台车啊 挂了好多香片 还有像什么空调口那种香加啊 价格不便宜不说 而且用不了几天就没有味道了 现在有了这套这个香薰系统可真的太方便了 但是啊 比起这套香薰系统来说呢 这块15.4英寸的中风大屏才是我的最爱 内置呢 815芯片 整体流畅度啊 比你女朋友的秀发哎 还要丝滑 但是啊 大家会说 这一个实体原件都没有 一些常用功使用起来 会不会比较麻烦 哎 其实不然啊 这点呢 长安起玩零七里也被咱们考虑到了 一些咱们经常使用的功能呢 在这个第一层这个层级菜单中呢 就能直接操作 而且啊 在这个菜单最下方呢 大家看到还可以进行滑动 对于一些相应的功能 咱们还可以进行一个自定义的编辑 而且呢 这台车有一个小功能啊 我觉得像我这种喜欢贴膜改色的朋友来说呢 真的觉得是个福音 这里边有个小车 咱们点进去以后 这边呢 能看到有一个编辑选项 点进去以后一看 可以进行咱们一车辆的一个颜色的一个调节 哎 有了这个功能来说 说说哈 真的比你去那种贴膜店里面翻色卡要直观多了 像对于我来说 那必须选个粉色呀 对 你们看看还不错吧 另外呢 车机呢 还提供四种场景模式 像是休息模式啦 观影模式啦 提慎模式 以及咱们的嗨哥模式 哎 这个观影模式 我觉得特别适合爱看电影的小两口用 您把您的这个女神爱情上车上以后 只需点击个观影模式以后 车辆呢 就会自动关闭车窗 调暗 氛围灯 那也会进行一个相应的调节 音响呢 也会调整成这个影院模式 说说话 朋友们 有了这个功能 连去电影院的钱都省了 剩下的钱 您给那女朋友多买几套SK2 喝来那子 您看他夸不夸的就完了 在动力方面啊 启元A07提供纯电 以及增程两种动力纵程 纯电版本呢 搭配有咱们的单进机 最大功率啊 190千瓦 提供呢 510公里以及 710公里 两种纯电续航可供大家选择 而增程版的车型呢 将采用一台1.5升放映机 最大功率呢 95马力 并且呢 配备一台最大功率为 160千瓦的电机 都是呢 后置电机的布局 我们呢 此次试驾的这个车型呢 是增程版的车型 在满电满油的情况下呢 哎 续航里长呢 可以达到1200公里 而增程的纯电续航里长啊 也可以达到200公里 实际驾驶感受啊 还是能感觉到非常的轻快的 轻的油门呢 就能感觉到非常迅速的这种响应 并且呢 动力非常的充沛 起步 加速都很轻松 而且呢 这台车呢 还提供有这个四种驾驶模式 控制咱们选择 选择切换不同驾驶模式以后呢 整台车的动力的输出啊 以及咱们的转向这个手感 都会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 而且呢 这台车呢 还有一个自定义模式 可以呢 在这个模式下 对于咱们的动力风格啦 能量回收的强度啦 以及这个转向助力 包括咱们这个制动的一个助力模式 进行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切换 但是呢 甭管咱们是运动模式 还是舒适模式 整台车的这个操控啊 都是非常到位的 转向的这个指向性很好 而且呢 在弯道中呢 咱们的这个车尾的动态表现呢 也非常积极 不会给你那种拖泥带水的感觉 刹车的脚感啊 也很线性 对于咱们即将刹停时候 那个点头 哎 抑制的非常到位 而且呢 底盘调效呢 也是偏咱们家用输入取下嘛 对于路面的这个细碎的颠簸出来 还是非常到位的 可以说呢 整台车呢 在这个舒适与这个运动中间呢 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 而且特别一点是啊 整台车在这个NVH隔音降噪方面 真的做得非常的到位 电池与底盘之间呢 采用了五层的这个隔音的设计 可真的是太讲究了 而且呢 像咱们车辆这个前方档玻璃呢 与这个天幕的位置 也是采用这种全封闭式的设计 这样呢 就能更好的 降低咱们车外的一个噪音 不管是胎造了还是风造了 可以说一直这也是相当到位 我们眼前呢 还有一块这个 4寸达到50英寸的这ARHU底 真的啊 看上去非常的爽 而且呢 也很清晰 亮度呢 可以进行咱们自身调节 包括咱们的高度 也可以进行一个相当调节 而且呢 显示的信息啊 也是非常的齐全 咱们呢 还可以对于咱们显示的信息呢 进行一个自定义的一个设定 另外 整台车呢 全息啊 标配一个L2级的IACC智能巡航系统 让咱们的这个驾驶也变得更加的安全 整体来看啊 长安起源A07甭管是在外观设计 内饰出色性以及动力上呢 都有不错的表现 如果您想买一台家庭用车啊 比较看中它的空间了 以及智能化呢 那么觉得长安起源A07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怎么样 这样一台实力以研制并存的新对面轿跑 你们觉得后卖多少钱呢 诶 别走开啊 一会儿有惊喜 A few moments later 15.8万元到18万元 怎么样 朋友们 就要你们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起步价格10万8到18万 What 比我预计的起步价格呢 稍微高了一点 但是啊 顶配价格比我预计的呢 要低一点点 怎么样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就要你们心动不心动 什么话也别说啊 冲就完了 嗯